1月8日,迪丽热巴和黄锦鱼拍戏的最先路透照曝光,两人除了在戏里逆浓握浓,在戏外也是打琴骂枪,很是甜蜜呢。 再加上年龄相当,俊男美女的组合引来不少热议,网友们都纷纷猜测两人因戏生情,甚至在不久前,我们的迪丽热巴和黄锦鱼,就在上海被拍到一同去黄锦鱼家过夜的画面。 两人当天在现场拍完戏,一同在旁休息,黄锦鱼躲在一旁逗猫,迪丽热巴和和工作人员聊得火热,等黄锦鱼逗完猫就亲密地拍拍迪丽热巴,迪丽热巴立马想用黄锦鱼跟随在身后一起上了房车,可见两人已经很有默契了。 即使是在休息时间,两人也一起登上同一辆房车休息,甚至在拍戏期间,两人也经常从同一辆车里换完衣服出来,完全不忌讳,难怪让网友都猜测,两人一丝因戏生情了。 一直拍戏到晚上收工后的迪丽热巴,回到了自己房车换衣服,而同样刚刚换好衣服的黄锦。 鱼泽直接登上了迪丽热巴的房车,两人一起待到了晚上十点多,换上了一身黑衣造型的迪丽热巴台现身,还跟在了黄锦鱼的身后,一同上了黄锦鱼的座驾。 之后,两人一同回到了黄锦鱼位于新千地附近的公寓,看来,两人是达成共识一起回家了。 回家后,黄锦鱼的司机开着空车离开,留下二人深夜回家优惠了。 而黄锦鱼在上海的公寓,也是每平方十四万的售价,地理位置也很优越,有上海地标性顶级豪宅的头衔。 不见,黄锦鱼把迪丽热巴深夜带回家,可见两人的感情也是很稳定了吧。 黄锦鱼